金牛座下周运势 8月12日到18日 事业运势 金牛座的你本周在事业上仿佛穿上了精心赐语的自信盔甲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然而别忘了 水星这位调皮的旅者在处女座玩起了倒带游戏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挑战和小插曲 但别怕 这正是你展现逆境中的艺术家风采的时刻 周三火星与木星携手共舞 虽带来短暂的风暴 却也为你搭建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让你有机会大放异彩 紧接着周四水星月入狮子座 你的决心如同熊士般觉醒 目标在望 只带你全力冲刺 而到了周日 水星与天王星的神秘邂逅 将为你开启一扇通往心机遇的大门 创意与灵感如泉涌 把握时机 未来可期 财富方面 金星依旧在处女座为你铺设金光大道 但水星逆行却像是个狡猾的财务陷阱 让你在享受机遇的同时 也不得不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支出和财务难题 周三 火星与木星的激情碰撞 提醒你投资需谨慎 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收益 但也要量力而行 周五 火星与土星的四分项 仿佛是财务路上的一个小石子 提醒你注意控制开支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不过别担心 周日水星与天王星的联动 将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务惊喜 或许是一份意外的收入 或是某个投资项目的突破性进展 爱情运势 爱情的世界里金牛座的你本周被精心温柔地拥抱 心中充满了对爱的渴望与向往 但水星逆行却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 让爱情的土壤里既滋生了生机 也夹杂着些许泥泞 周三火星与木星的激情碰撞 为单身的你带来了短暂的浪漫火花 但也可能伴随着情感的波动与冲突 周四水星进入狮子座 你的爱情勇气直爆表 勇敢追求心中所爱 或许转角就能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 周日水星与天王星的奇妙联动 更是为你的爱情生活增添了无限可能 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 都可能迎来一段伺机而有趣的爱情冒险 健康方面 精心在处女座为你注入了满满的精神能量与热情 但水星逆行也带来了身体上的小小提醒 提醒你要注意休息与调整 周三的火星和香木星 可能会让你感到一丝疲惫与不适 记得给自己放个小假 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 周四随着水星进入狮子座 你的体力与活力仿佛被重新点燃 不妨趁机参加一些运动或锻炼 让身体与心灵同步换心 周日水星与天王星的和谐相味 更是为你的健康状态加分不少 让你在身心上都达到一个全新的平衡点 感谢您的火星与天王星阳